今天終於玩它了 插播一下 大家好 我是林仔 現在頻道會維持在24出片 星期六直播 記得按訂閱和鈴鐺 不要錯過我們任何節目 Hello大家好 我是林仔 今天終於來玩這隻了 這隻買了很久 放了很久 這隻是什麼呢 其實是我們夾錢買玩具的第三件產品 其實第三件事有點奇怪 這隻是3A 因為第三次夾錢的時候 有多少錢想買多一件東西 但買這隻水冷的時候 剛好沒有貨 但現在回到貨 我沒空去買 今天開箱只有水冷 沒那套風扇 那套風扇是什麼聯力的 下次再開箱 這次先說這隻 這隻是Pentax GlideCR-1 360 MP 其實它還有MPH MPH好像是白色的主題 也有分20水冷派 或者360水冷派 這套又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你比較少見有水冷 會很開宗名義跟你說 我是由Aztek第幾代Bomb去做的 這隻是其中之一 或者是唯一 我不知道還有沒有 會跟你說 它是Aztek第幾代Bomb的水冷 因為一體式水冷 代工廠來說 來來去都是那幾間 比較有名的一定是Aztek 但問題來吧 Aztek也有分好幾代Bomb 現在最出名最強的就是第七代Bomb 有好幾隻水冷都在用的 例如是N60 X-3 或者Z-3 第3那隻就是用第七代 然後上次說過華碩龍神2 那款也是用第七代Bomb 然後是LC2 也是用第七代Bomb 還有好像是 我忘記了Gigabyte和MSI自己出的 好像也是第七代Bomb 或者再簡單一點說 只要有一個人跟你說 嘩 那隻一體水冷很厲害 那隻一定是第七代Bomb 由於第七代Bomb已經很厲害的關係 所以你看它的包裝上 都沒有特別有什麼賣點 當然也有的 就是它跟六年的保養 但很單純純說一說這件產品 但你看它的外觀上 不算很突出的 包括在風扇上面 不是說性能 只是說外觀 風扇上面不是十分之突出 因為它沒有特別去做燈效 接著就是水冷頭 你看到它是MIRROR的一間隔 即不是香港那個 一間隔鏡像的玩法就 我第一次在水冷頭看這件事 但你說好不好 我真的要試了實物 看看在機器上是什麼情況 我才敢下定論 但單純說燈效這部分 老實說只有冷頭油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就差一點點 但當然它用了無限鏡像這件事 去購買加分 真的要看一看 實際效果夠不夠光 再說到時 通常夾得第七代泵的水冷 風扇一定不會弱 它這個就是7MP 120 PWM 根據官方資料顯示 它的速度是500-2200轉 然後有60.51 CFM 風壓是3.41 mmH2 OK 數據挺好看的 不要再說那麼多 還是廢話了 開了是實際一點的 始終你問我這隻 為何我遲遲不開的原因 其實是 都有的 一來 有時候好像有點茫茫 有時候上開又不是很空閒 但是 你拿到上手 不知道第七代泵的那些 我老實說 我會這樣說 我真的假裝極有個譜 你很難去 FF一隻七代泵的產品會差 所以我沒有特別的衝動想開它 但也是因為 它是七代泵的產品 我才是買來試 如果你是試試不是用 用七代泵單純和R10不知道第幾代 其實我真的未必會展示你 但是 你當你知道它是七代泵的時間 就是性能有保證 來時候看看其他東西 加不加到分 或者令到有沒有其他 外在的因素 令玩家會買這一款的水冷 我一開箱之後 環保人會吵咬你 有一塊這樣的紙皮 真是紙皮的 硬卡紙來的 謝謝你選擇Pentas的產品 We would love to see you build your PC 不是 We would love to see you build with the Glycer One Fuck 接著就是說他的Facebook和IG 多忍者 這一塊 超沒用的 喂 接著就是 這個是 洩明師 原來還有280MP 不說白色的話 有三隻 白色只有兩隻 總共五款的 包裝內容都是那堆 稍後補一下 但這一隻有一樣好的 比其他的水冷 算不算優勝呢 或者是一個 BONUS POINT 嘩 水冷桶是拿出來的 我們在那一刻以為水冷桶 應該抽起就是一隻 咦 沒事的 有點像我們平時玩 龍神2那隻 抽起螢幕的感覺 龍神2出後 然後就是基本的 扣具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AM4用的 這個只用AM4 如果要TR4那些 就要用CPU原本 這個是Aztek的水冷好處 因為本身AMD的包裝會更 Intel的背板 接著有一支生液鈎 這一支是PH-NDC的生液鈎 但是他沒有說到 這支生液鈎的 導熱性率是多高呢 OK 是沒有寫的 然後剛才有提到AM4的位置 比較優越一點 就是他跟了三個這樣的扣 這三個扣 用來扣著 水管 到時可以塗這東西 就可以做包裝上面的 或者上官網看到的樣子 但是這些整理的 喉夾 相當之好用 然後 就是一些風扇螺絲 螺絲也沒什麼特別的 就是Intel那包和AM4的包 來來去去去去 所以我都不特別 把這個拍到我 細頭了 接著還有 兩條Cable 一條就是 這條是延長來的 四篇PWM延長來的 接著這條四篇 一開二 一開二 接著就是 5V ARGB的頭 這裡有山仔 有手拖手的功能 不是 是我想多了 這條線已經直接插著水冷頭那邊 所以它不是手拖手 對不起 是有FF多了 接著 就是比較想看的 水冷的本體 不過水冷的本體我不特別提 因為 你一用到Aztek那些 其實分別不會太大 其實水冷頭是不是也應該這麼說 我不知道 但是 可能試到差不多 某些位置 你試來試去都是 每一隻都是 喔又是Aztek的 應該差不多 老實說這隻我未開 已經大約FF到 它應該 可以吃多少WARG 應該是幾 勁的 Level 接著就是 它的冷頭是有山而救的 這個應該是Aztek Default Preset 但是你又跟了一支山而救給我 那我查不查好呢 接著就是 其實第七代的泵比較小 第七代的泵 說的是這樣的尺寸就已經搞定了 其實我把我剛才說的手握這個東西 撈下去 這樣就OK了 整件事的setup好像很簡單 試一試吧 我看到你 你這麼說的 我還想說 你會跟你講是 我還想說 你這麼說的 我還想說 你會做它的 我還想說 你會做到 我還想說 你會做它 我還想說 我還想說 你不想說 你會做它 你會做什麼 我還想說 他不想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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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